老大 谁让你跟我爸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我靠 回来了 怎么离失了 还喝了酒 走走走 爸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喜欢喝酒了 因为喝完酒 可以冒掉痛苦 冒掉所有的痛苦 真的 就这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是不是那个凶婆娘 她又烦你了 我就知道 千金小姐 她不是当贤妻良悟的料吗 她也不想想你公司家里两头忙 一天到晚对你发脾气 跟你吵吵闹闹的 有论偏乱的本事 谁也比不上她呀 不是 谁偏乱了 我告诉你啊 我当你是少君的父亲 所以我才一直忍让你 可是你也不要太过分了 成天在少君面前造谣声势 破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你们这对怨偶的感情 是我能破坏得了的 你当我瞎了 我亲眼看见你跑到隔壁 去找那个姓宋的 你这不是去找男人 你说你进去干嘛了 你 我 我 莉娜 我爸说的是这么多 少君 我 我去找宋遥 那也是你逼的 能怪我吗 不接我的电话 我去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所以我才 所以你才去找宋遥 说我 所以你才去找宋遥 说我的坏话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你的前男友面前 数了你现在老公的不是 你觉得我还不够丢人 是不是 不是的 少君 不要再说了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你觉得宋遥好是吧 那你去跟他过 你何必再回来呢 去 去跟他通知去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 胡说八道的 我只不过 是找不到你了 我只不过是 一时找人说说话而已 我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那是你说的 你去他们家这么久 我怎么知道你们做什么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 我对你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听你爸的一面之死 就这样冤枉我 给我乱顶罪名呢 我我我我我 我亲眼看到 你和那个男的在一起 有说有笑多少次了 我可没有冤枉你 没有 你说够了没有啊你 你难道就是希望我们分开吗 你你 我告诉你 少君能有今天全是我娘家帮的忙 你今天能过上这么舒服的日子 用的也全是我们娘家的钱 你知道吗 你还敢在这里指手话讲 胡说八道 谁让你跟我妈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我靠你们娘家 你们娘家人帮过我什么了 你们娘家人只会看清我诋毁我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双手挣的 跟你们娘家人有半毛钱关系吗 打 你打我 你敢打我你 当初你和我回来的时候 说得那么好听 原来你只是想利用我 你现在目的达到了 你想过河拆桥了是不是 我父亲给我胡乱按罪名 你敢打我 你帮我打什么了 你说呀 你帮我打什么了 滚打 我告诉你 别在我这儿乱发大小姐脾气 你要是绝对不想跟我过来 赶紧走 别整天给我戴绿帽子 别拿我当鬼孙子听见没有 你太羞辱人了你 你太想打我是吧 你还想打我什么 来 你打我 打我 打我 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我爸妈说得没错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的 我当初真的不敢听你的天言蜜语 嫁给你 我们完了 我完了 我要跟你离婚 我还要告你侵吞我们家的财产 我下半辈子就在牢里当你的孝子 跟你爸一起过吧 我早就看透了 这世上 就没有一个女人是有情有义的 儿子 你别难受 如果有老爸陪着你就够了 老爸陪你喝酒 来 拿着 干 来 我看见那个女人吗 什么 那个曾经抛弃我们的女人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她 她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很惨很落魄 她过得很好 特别好 而且还跟曾经带她走的那个场景 她过得很好 同在一个红眼下 同时一家人 什么 这对狗男女 这简直不值羞耻 老天没眼哪 居然没让她们受到报应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根本就不配当你妈 没错 她根本不配当我 嗯 她一定会遭到报应 一定会遭到报应哪 她是女人 我她想不高 我她自身 你父亲 她都在哪 变成的